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尝试以及对于我想看看 留长这个事情我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们的目标的话 我们队伍整体目标 肯定是要以冠军为目标的 然后我个人的目标 我觉得上次春季赛总决赛 感觉我的垃圾话说得太逊了 感觉不是很那个 然后希望这次进入夏季赛之后 夏季赛总决赛还能再说 那么很多人都看得见 这个是会用的 同行的 事情也可以 那种可能已经把 你什么都看得起来 让我看得起来 你什么都看得起来 等你什么都看得起来 我看得起来 很正经历 游凭 我看得起来 你什么都看得起来 我看得起来 你什么都看得起来 我看得起来 你什么都看得起来 我看得起来 有点起来 哎 这里开跳了 开跳 开跳 过去直接杀李伟祥 李伟祥这个位置好像交不出技能 直接要死 还要往前追吗 这边露露的话 舍女的志愿能力实在太弱了 这个位置 露是被看到了 直接跳 这边过来是被反蹲到了 这边是药普希刚刚一下好高 被打了一下 现在是被打了一个虚弱回去 现在 哎 boy 这里 我们也看到了 就方普拉斯的中战也想了 几次抓斯卡拉斯卡拉完全没有给机会 所以说 方普拉斯的中战 如果拿这个瑞斯没有办法的话 节奏还是很背动 上手这边 闪现 有了血动之后 拿一个盾出来 踢一下 伤害不够了 然后这里撞一下 撞不到 洋撞上 机构是没有闪现跟技能的 太大 对 但是机构这边已经知道危险了 不知道能不能赶过来 其构于这边 这个大龙提将成功惩戒下来 这样的话 这边还要留一下 要反打吗 直接恐惧到了 这个位置留一下 提将应该是跑不掉了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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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的已经拿在手上了 这一波真的是雪转 这一波只会感觉 方普拉斯没有想到 哎 距离 艾波一直被定到 给了一坛腹地 完全没有交出任何技能 库尔收到这个人头 这一波 接下来退二塔了 但是这个兵线不太够 应该退不了了 旁边挑大招过来 这个位置恐惧到 伤害非常的高 斯卡拉斯直接收下林维枪的人头 这一波法术暴击 斯卡拉斯这个伤害太恐怖了 继续往前追击 看他们继续留人 迷口这边的一个闪现还在的 再等这个恐惧 闪现恐惧继续留人 路里没有闪现 再拉回来 这边又叫瑞亚的人头 还想继续往前追 拉斯五个大招聚在 不知道会不会开 这样要开了 直到这没有闪现 金身躲了大招 或许对这边跟着杀汗 这边蛇嘴先被秒 继续往前追 哦 这边没有什么杀汗 恐惧到先被秒了 恐惧绷也受到压缩 那这一波可能会一波啊 直接打一套 刘青松只能往后撤 仅仅剩一个辅助 带一个兵线 EDC在20分钟拿一条大龙 2分钟之内就把这场比赛拿下了 现在人头是7比2 在2分多钟之前 人头是1比1的 1比0的 我们恭喜EDC获得BO3的第一局胜利 这一场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中期一个变速打得太漂亮了 确实这个版本的中期特别的观想 而且EDC在从兵线上的一些推线拳 在利用7这样的一个指挥 前中期的一个滚雪球是稳固进行的 这 其实 确实打得有点像上个赛季 Kingzone打KT那一次 20分钟忽然转移过节奏 他们把两次 把1000斤一杀忽然滚到了9000 是 而这一次 不一样 这次EDC更直接 他是直接在2分钟结束了游戏 只能说20分钟那波突然偷大楼 防杀死了 请不吝点赞 anywhere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